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夢想家的部分 基兒貝克、波音特、陳肯妮、吳詠盛 以及盧冠良 鋼鐵人這邊是派出克拉索夫 搭配邱伯彰、陳宥偉、王綠祥 以及艾倫 二勝0敗 吳詠盛 就給波音特 波音特 這個掩護 讓他長驅直入 跟夢想家來說是一個非常好的開始 第一波進攻就得手 然後鎖夫 球再回給外線的王綠祥 3分 他也是投進了5個3分球 沒錯 剛實施石頭5中 也拿下今年球季單場最高的17分 吳詠盛這個切入太輕鬆了 前一場比賽 詠盛五投一中只拿下2分 今天算是一開始就達標了 這個切入邱伯彰被對方蓋掉 不過後面右尾幫忙投進2分 再把空間給拉開 由教練所講的 第一拍沒機會的時候 要找比較合理的出手機會 盧冠良的底角3分球 比時間想太多了 他現在這個賽季的命中力3分 現在還沒有投丟過 阿奇 哇 一上來就是 可能鋼鐵人在禁區的大洋將裡面 找得最均衡的一個球 唉唷 這個防守不太妙 包括了吳詠盛以及林俊 10分以上 好 張傑偉來了 大逼 王綠祥籃板 那現在 哇 三名後衛 鋼鐵人要把速度帶起來才行 王綠祥在底角的3分 第一號射手 借一下去年夢想家的slogan 沒錯 鋼鐵借用一下 大逼 直接像打排球一樣吧 時間不多了 剩下2秒鐘 陳佑偉 空中插滿進 絕對也是教練團給他開的綠燈 好 延誤之後給到弱邊 艾倫空擋把握住 3 上面沒有做好 連續兩波好像弱邊鬥一些狀況 陳佑偉 哇 這第一步過得很輕 張的腳啊 現在單腳跳到場外去了 變成5打4 艾倫的外線再投進 裁判趕快喊一個暫停了 讓王綠祥下去休息 張博偉也埋伏在底角 一上來就算盡一個3分了 哦 原居藍板被張協偉抓到 再給艾倫同樣的位置 BANG 團隊六計3分球你相信嗎 陳振傑 在稍後付出以後 機場有非常出色的發揮 夢想家非常需要阿奇這個外線 過後5分的夢想家 球給POINTER POINTER斜著身子這2分拿到 直接跟屁股的話 中鋒一定要出來幫忙對立拍 不然很容易的就被撒進籃下了 張協偉嘗試三分 很野投進 哇 這一節的鋼鐵人人能攻 POINTER有個大打小 本集來得很快 陳振傑 防守球員退掉 這個出手有力有差距 不過POINTER持續得 對 他們把半場陣地戰的空間打得很開 德威這個假動作空間 有了 在第二節一個 真的有綽號嗎 叫什麼熊大 熊大是不是 對對對 前面做這支可以有機會 陳肯妮回來了 真是好消息 他現在的右膝兒突然間的加速 沒有 張捷偉今天上半場打的時間非常的多 哇 這是他的強項 速度跟瞬間彈跳能力 陳振傑也靠身體拿兩分 陳振傑外線出手沒進 張捷偉 再給底腳 機會 今天鋼鐵人在兩邊底腳的把握中 鋼鐵人今天的外線是點點開花 德威這個翻身兩分拿到 進去 這邊底線出手沒進 哇 克拉索夫相當積極 被德威從後面撥了一下 哇 連得五分是邱柏昌 今年的命場場在第二節 我看莫挑戰這個半場陣地戰的作戰策略是成功啦 Pointer 他們的中鋒感覺都沒有太多的攻擊欲望 對 或甚至沒有被創造出好的機會 哇 剪肯尼 還有四分多鐘結束上半場 克拉索夫 要強打進去 後面還有人推他一把 不過球是進了 艾倫 剎車皮不錯 給到張捷偉 對方給他一點點的空間 他把握住了三分 哇 目前只用七名球員 張捷偉把失掉了再討回來 到進去 下球交給卡拉索夫 爆扣籃框 田肯尼抓到 再塞進去 沒有 右尾的超捷 給張捷偉要直接上籃 有 And one 哇 進攻跟比賽時間差五秒左右 王綠翔 差點走步 但是球被他投進 每場的發射技術必不足喔 剩四秒鐘 艾倫 面對到德威在三分線完兩大不負 為南台灣的鋼鐵人 受上遙遠祝福 哇 這樣子的話半場打完差距來到十分了 這可能大家意想不到啊 而且最後這一個進球 這現象他們並不是依靠洋將來得分的 沒錯 三分球集中在不同的五個人身上 下半場的一開始 艾倫又 現在來到十三分了 大逼 Low pose 掌聲在尤其區外圍 拿兩分 果然第一波回來 大概這個角色是比較固定的 邱柏彰 對方Pointer三次犯規 這個假動作夠逼 自己把球差點暈掉 還好最後交給他來 用灌籃收尾 這也是 當然他的防守是沒有問題 可是進攻端會有一些處理球 那球交到王綠祥的手上 有 最後又蓋了前一條的一個火鍋 王綠祥 後面控制球 暫停之後鋼鐵人的人員 並沒有任何的改變 柯柏彰 今天有中距離 林俊基 後面艾倫超減 阿基沒有注意 這個假動作 艾倫逼真的甩掉了Pointer 外線七頭一中 對 他算是 在這幾場比賽裡面 外圍比較穩定的 夢想家球員 王綠祥拿了就起 看了就近 三分球 他每次都下來 很快送到老吳的手上 Kick out 啊 這個三分線 就是剛才小虎 那又 這個球被扒鍋 投出界 競爭6.8秒 其實同一批球員 對 但是當你沒有作戰的企圖心的時候 其實 整支球隊的戰力 會差很多 陳六 這牛 沒有算盡啊 但是這個拋頭 他的把握度就比較高了 宥偉今天拿分不多 但來的關鍵 時間又不多了 又需要來拆炸彈 宥偉 這一球再拋近 哇 他的左手也發威了 這什麼角度的 這個的進球非常 難度非常高 哇 每次宥偉進球 陳正潔 好 Pointer 好 兩位防守球員 大拉桿 像外線的投射 他也都有在場上來做練習 他絕對 哇 吉爾貝克 攻擊兩方就很重要 大逼 失球也不敢去犯規了 好 這兩分 輕鬆地被灌進 柯拉手夫 我覺得夢想家 如果要放上德威跟大逼 兩隻大的話 就要把機會做給德威啊 張柏惟這個外線 把握住了三分命中 完全不能攻擊 對 有請看曾祥軍打這麼好 對 哦 這個外線呢 被單捷表現最出色的 邱柏彰 王綠翔 在浮頂位置也嘗試一個三分啊 團隊第十四顆 今天綠翔也拿了十六分了 上一次交手拿十七分 他急著這個三分 Lucky Roll 王綠翔 跟張柏惟 張柏惟讓開 剩下四秒鐘 底線 哇 誰說不會投三分啊 張傑偉今天 不要說本季啦 可能在UBA也沒有打得這麼活過啊 差點直接扣進啊 夠多啦 所以想說這個用上籃就好了 不需要鞋子 對 對 對 現在要跟執行長拚水喝得快 我看他喝那個喝很快啊 喝得有點急啊 張傑偉三分線外 還來一個後側步 他完全打開打 再抓一個德威 大家小心張傑偉的手勢蠻快的 拉桿到進去 下半場最火燙的是 出手把球送到外圍 很合理的出手機會 不管三七二十一了 突然間酸民都退散了 開放道歉了 是 黃柏智 耶 身份 哇 團隊的第十七個了 德威前五進去 有 喝星巴巴 如果宿醉的話還有湯可以喝啊 六位超節奏上籃得分 設定了 對夢想家來說是輸不得的比賽 尤其是面對 近況這麼低迷 七連敗的鋼鐵人 輸掉三分鐘比賽結束 三分線 三分線 Catch and shoot YES BABY 還是有著十八分差 還是有著十八分差 好 後場發生失誤 Poynter超節奏 兩分放 這邊還是看Poynter在單打 大家說服欣賞他一鍋 陳振傑 這個交球發生失誤 邱柏智 這兩分可以輕鬆拿 還在球場上 對 剩下最後的十幾秒鐘 克拉索夫 進區直接爆扣林耀忠 最後以二十分之差 輸球認真 投進啊 十七分啊 還是投進 對 十七分之差 輸球 對於整個夢想家的團隊來說 可能過年前 這個壓力會滿大的 的確 這場落敗之後 夢想家等於是 在最近的 五場比賽當中 吞了四敗 而且 最重要的是 他們今天 原本認為是一場 一定要贏的比賽 但是 其實球是圓的 沒有人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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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